你 不好意思啊 就是你 你看啊 我叫于怀 我前面人叫耿耿 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你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耿耿 十三钟的 十三钟也能靠到这儿吧 要不怎么在明南最后一夜呢 因为我就是正方老鼠屎啊 我跟你 跟台湾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那我们做通风吧 我帮你了 灯灯 咋说好 你童说现在这种状态 是不是应该照顾他们的理由 你童说现在这种状态 是不是应该照顾他们的理由 好 周老师 我也知道了 第六题就过了啊 大家自己消化一下 周老师 每天等 好 我再讲一遍 说不到其实你没什么 我不是 那你还这么生吗 不了了 我们家里 从这儿 不叫我 不能坐 周老师 他 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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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怎么打球了 你还骂我但是你不可以 我给你了肥脸 干什么 都是小爷伍的 看到我和你 你说我第一次遇见 你是什么感觉 当时你被夹在忽兰中间 头还让我砸 当时就觉得 你还挺好看的 你是我朋友 也是 我很喜欢你 一个夏天就全把你给制约了 不只是夏天呢 还有你 没呢 余怀同学呢 虽然比我们想象那么远 肯定就还很厉害 不是 她们很厉害的 所以啊 你还是要崇拜她的 当然了 我只崇拜你 放心吧 我明天肯定能考啊 毕竟啊 我为什么崇拜你 我没职做同学了 你知道吗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 很喜欢跟你同志同学 刘海同学 我能能做你逢兵呢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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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找机会 一起种棵树吧 种树 感觉 一棵树 似乎在四个月面前 更加努力 你怎么成功啊 也许你身边的人 就是你这一辈子 最值得珍惜的财富 你是我的支柱啊 要是连你都放弃了 那我怎么办啊 你见过余怀吗 当年妮可是为了她 留在你可怕吗 那你身边的学历 这是余怀啊你 哪儿是呀 我知道 你不是我这一辈子 你没有我看过的事情 余怀 你在北京找过我吗 我看你 你喜欢我吗 我高中时候 给你的叔叔 你还记得了吗 当然啊 我一直留着呢 吃白吃 我曾经 你喜欢那么平凡的一个人 现在轮到我了 我不认为我 要有多大的困难 让我来帮你 都跟我愉快十多年了 该不的 哎刚刚 刚刚 我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我来晚了